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压力其实巨额也还好 跟他一季在海外的部位损失3000多亿来讲 那个真的是九牛一毛 我想要讨论一下金融股 因为我最近看到我们的群组 好多人在讨论金融股 因为最近金融股其实是杀生隆隆 所以我想花一点时间跟大家讨论一下金融股 那谈到金融股的时候 其实让我想到其实在去年 这个去年的12月22号 这个庆荣在非凡的前线百分百中 其实我当时有跟大家分享一个 对于2022年金控股 尤其以受险为主体的金控公司的 一个获利的一个展望的预估 有升息的因素 还有股票的一个变化 这三大的变数 会让受险公司的获利恐剩下千亿元 因为那个时候大家总觉得金融股好像很不错 尤其以受险为主体的金控公司的获利都满出海了 他都赚好多海 那时候不管是富邦金赚十几块 国泰金也都赚快一个股本了 所以很多公司的获利都满满满 所以大家认为好像金融股的这个涨势会一飞冲天 但是金融在去年的12月22号就在电视的节目中 就跟大家分享了一个我看到的一个观点 就是财团法人保险事业发展中心 他们预估2021年台湾的受险业的获利 虽然可以渴望突破4000亿元 但是2022年因为有通膨有升息 有股票变化的三大变数获利恐胜千亿元 很恐怖的就是去年台湾的受险业获利超过4000亿 但是爆发中心在2021年年底 预估会掉到只剩千亿 报减了四分之三 甚至还比2020年的2079亿还低 在去年年底提出这个概念的时候 好像比较少人注意 但是他五个月过后 市场确实已经开始在反映这个题材了 这个题材是什么 就是以受险为主体的金货公司 因为通膨的关系 因为升息的关系 升息会导致债券价格的崩跌 台湾的受险公司有非常多的 这个海外的债券的部位 所以这一段时间应该是伤痕累累 所以有股票变化的因素 我们很明显的看到这段时间 其实金货公司 尤其以受险为主体的获利 开始发布警讯 我记得这个礼拜有看到一个新闻 就是在去年的年底的时候 台湾的受险公司海外账面未实现的盈余 还有一千多亿 但是到了今年第一季 不只把那个一千多亿的账面未实现的盈余 全部亏光 甚至还倒亏两千多亿 所以一来一往就亏了三千多亿 所以跟去年第四季相比 过去这一季以来 受险公司在海外的部位 一来一往少掉了三千多亿 那三千多亿 应该接下来就会对获利产生很大的一个冲击 所以这个的讯息出来之后 再加上台湾的受险公司 太乐观看待台湾的防疫的成效 结果我们现在目前疫情爆发 所以很多人确诊 这个保险公司面临到非常巨额的 这个理赔的压力 这个理赔压力其实巨额其实也还好 像因为现在目前统计不是说 保险公司现在目前理赔已经发18亿了 那可能未来好了 再double好了 给他10倍好了180亿好了 再多发180亿 那跟他一季在海外的部位 损失三千多亿来讲 那个真的是九牛一毛 所以真正造成最近金控公司 尤其以受险为主体的金控公司 股价的下毒 关键真的其实就是 海外资产的这个部位 大幅的出现亏损的状况 那当然这个东西其实 去年在去年的12月22号 就已经提出了这个观点 为什么会提出观点 其实也是在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其实就是金融市场 永远不缺锦上添花 也永远不缺若锦下石 因为股票市场永远存在这两大陷阱 第一个是锦上添花 就是看金融股在涨的时候 就会看涨缩涨嘛 那因为看涨缩涨过程 它会伴随很多的利多 大家都拍手叫好 但是金融市场常常都是这样子 锦上添花 然后也常常会落井下石 就好比现在 哇这个金融股可能跌得很稀里花啦的 大家就开始落井下石 就是说它可能面临多巨大的亏损啊 可能海外的投资部位啊 防疫的保单亏多少啊 所以就开始看跌缩涨 因为开始伴随了很多的利空嘛 那这个其实是蛮危险的 我要跟大家讲 金融市场其实这样子在做投资 是很危险的 就是你没有定见 当你没有定见的时候啊 你就会被市场的这种锦上添花 跟落井下石的讯息所搅扰 在这样的过程中 你在投资的节奏就会大乱 真的就会大乱 那要怎么样 不会陷入到股票市场的两大陷阱 就是这个锦上添花 跟这个落井下石呢 其实真正的关键就在于 你要对股票投资 或是你所投资的公司 要有所定见 要有所定见 那我这边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大家看到的画面 是投家日报的这个画面 这是2021年的12月22号 那一之时是这一天的日报 有十页 那这是第一页 那我们投资家日报 是在商业周刊集团的 Smart支付月刊所发行的 那我们的slogan叫做 聪明抓趋势投资看日报 那我们每天的日报 有四大的分类 第一个就投资家观点 另外还有企业动态 还有口袋名单 然后另外还有一些 旌旗指数的一些观察 去年12月22号的日报中 其实我跟大家分享的是 对金融股的一些看法 那为了要让我们的订户 更加了解 这个金融股的这个评价 所以我非常的完整的去介绍 财报分析 计算一档股票 企业价值的方式 其实有两大类 一种叫内在价值法 一种叫财务比率法 那前者分析的逻辑 是以现金流量的折现为基础 优点是容易理解 但缺点是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跟精力 才能建立一个合理的评价基础 那美国投资大师 女神巴菲特 就是使用这个方法的佼佼者 那相较于内在价值法 财务比率法最大的优点 就是计算过程简单 而相关财务比率的资讯 又可随手可得 因此为目前市场中常见的评价方式 那主要有分为五大类 并且延伸相关的应用如下 第一个就是本益比 第二个就是股价净值比 第三个是股价盈于成长比 那第四个是现金报酬率 第五个是股价营收比 那其中本益比啊 除了是台股投资人 非常熟悉与常用的评价方式之外 金融认为由于影响本益比的因素 还包括EPS本益比的倍数 因此投资人如果要选用本益比的评价 一家公司的合理的企业价值 就应该要完整认识本益比的六种组合 如此才能有效且精准的套用在 各股的企业价值的评估上 而这六种分别为近四季EPS 乘上固定式本益比 近四季EPS乘上滚奔式本益比 近四季EPS乘上预估本益比 预估EPS乘上固定式本益比 预估EPS乘上滚奔式本益比 以及预估EPS乘上预估本益比 好这就是六种 庆龙常常说 你只要认懂这个本益比的六种组合 你将会天下无敌 了解了上述这六种的本益比的组合 那在2021年12月22号的日到中 那庆龙就开始试着 透过其中一种方式 就是预估EPS乘上滚奔式的本益比 来作为金控股企业评价的依据 那其中2022年的预估EPS 是采用所有法人预估的平均值 并且透过个别股票的滚动式本益比 推算出法人预估的便宜价 合理价格昂贵价 那在这一次的平价中 一共有13档的金融股 纳入到这个口袋名单中 包含了富邦金 国泰金 中性金 元大金 开发金 新光金 台新金 兆丰金 第一金 玉山金 合库金 永峰金跟华南金 这13档 这边有它的2021年的EPS 还有它2022年的法人预估的EPS 然后有它的预估的殖利率 那根据这个2020年的预估的EPS 然后再搭配滚动式的本益比 然后就可以合理推估出每家公司 它的便宜价是落在什么地方 合理价是落在什么地方 昂贵价是落在什么地方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 像富邦金 它的便宜价落在56 合理价落在67 昂贵价落在78块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富邦金的股价走势 现在大家目前看到的画面 是标股进行APP的这个画面 我们来看看富邦金 最近股价跌得很惨 跌到升63块 然后后来它这一波的股价 是从最高点77 然后跌到61块 那我们看到它涨到77 为什么涨不上去了 其实从去年年底时候 庆龙的日报中所做的 那个预估EPS 跟滚动式北一比的情境分析中 其实就已经说明了 其实富邦金的股价 大概来到了78块 大家能看到 78块这个地方 已经是昂贵的价格了 然后来到合理价是67块 如果哪一天还点到56块 就会是便宜的价格 所以换一知 为什么富邦金在这个地方 涨到77.5就上不去了 其实很多原因来自于 它已经涨到了财报分析所计算出来的 昂贵的价格 那这个时候市场还是会锦上添花 这个时候市场还是会很多利多的讯息 加进来 在加进来的过程中 大家就开始乱投资 开始自己装聪明 我要讲成功的投资 不需要聪明才子 只需要理智 理智是什么 理智就是当你看到一档股票 股价涨到昂贵价的时候 你不会乱买 因为你下去买昂贵价 已经不是在投资了 而是在赌博了 而是在投机 那相反的 这波富邦金的股价又跌下来了 它跌到了合理价之下 甚至开始接近便宜价 那是不是就暗示着 那它是不是有一些转机 有一些投资的价值会浮现 所以关键就是你要对 企业价值有所并见的时候 那你对股价的波动 就更加的会描揽于凶 那我们看完了富邦金 我们来看国泰金 那国泰金的部分 按照这个预估EPS 跟滚动式本益比的情境分析 房贵价落在68 合理价落在59 便宜价落在48 这个是去年年底 有12月份的日报的内容 就是现在已经5个月后了 我们再回头看 其实大家都会发现 为什么庆永常常在跟大家讲 你真的要去了解企业价值 当你在了解企业价值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股票市场存在的目的 就是看到每天有一群人在做傻事 不该买股票的时候拼命买 不该卖股票的时候却拼命卖 那我们回到这个 来看一下佛泰金 佛泰金现在目前是54块 然后它先前涨到65块 那刚才我们那个 硬股1PS跟滚动式本益比 所算出来的昂贵价值 是68块 那合理价落在59 然后平均价落在48 所以佛泰金这一波跌到 快接近了便宜价的一个位置 所以它自然而然就会获得一些反弹的 支撑的一些力道 其实这个是去年的资料 资料会一直不断的更新 所以我还蛮建议大家订阅投加日报 会有最新的资料 那我只是告诉大家 你看从去年的日报你就可以看到 为什么要去了解企业价值这件事情 因为它会帮助你对投资有所定见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档好了 赵丰金好了 赵丰金你看赵丰金 他的昂贵价在40 然后合理价落在33 平价落在26 那赵丰金这一次 因为赵丰金他没有什么太大的受险部位 他没有很庞大的海外投资债券的部位 所以这次的受伤比较少一点 那当然他的股价也跌幅没有像国泰金跟富邦金这么多 那我们看一下赵丰金 他现在跌到37块 那他先前涨到40块以上 长到40块以上就开始进入到他的昂贵价了 然后现在落在36 36大概也慢慢快接近他的合理价 这是去年年底所预估的合理价 就是我要一直跟大家强调就是股票市场 其实他永远不缺锦上添花 永远不缺落井下石 所以你在投资的时候 如果你一直跟着锦上添花的讯息 在那看涨就说涨 然后跟着落井下石的讯息 看跌就说跌 那你投资会带来你非常大的毁灭 对啊会带来很大的灾难 因为投资不是这样投资的 你这样投资其实你真的会非常的辛苦 真的会非常的辛苦 我觉得为什么这一波 我们在看行情的波动的时候 很多的投资人在那边发表毕业文 好像毕业在毕业了 为什么会毕业 是因为你之前能乱投资 那之前为什么会乱投资呢 其实我觉得很大的关键 大多数的散户都是闭着眼睛在那边乱投资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玩过一个游戏 就是你眼睛蒙着一个黑布 然后开始往前走 你一开始蒙着黑布走路的时候 你会心惊惊 并完全看不到嘛 那我发现大多数的散户 真的都是闭着眼睛在乱投资 你根本不管投资的公司 是不是好公司 你根本不管你所买的价格 是不是好价格 你就在那边乱买乱冲 那当然你现在要写毕业文 就是你根本就把股市当赌场 赌场最后的赢家一定是庄家嘛 所以大多数的散户 真的都是闭着眼睛在投资 那要怎么去解决 闭着眼睛做投资这件事情呢 市场有很多似是而非的观点 很多教学的方式 都还是教大家投机 就还是在预测效果的股价波动 那这些投机的方式 在那边预测效果股价波动的 其实对欠文来讲 它也只是给你一根拐杖 投资来还是闭着眼睛在乱投资 只是给你学一些分析的方法 让你有个拐杖 但是基本上你还是闭着眼睛在走路 还是闭着眼睛 你只能点点点点到前方一步的路 但是十步路之后会长什么样子 你完全不知道 那为什么你不正本亲眼的 你把投资回归到 认真的去评仰主人的动向 认真的去专注在一家公司的企业价值落在哪里 这时候你就会张开眼睛 你就会看见前方的路 所以这时候旁边有任何锦上添花 或者是落井下石的言论 你当然都会嗤之以鼻 因为你看到远方的路是什么 但是如果你是闭着眼睛 旁边这个时候还有一堆人在那边跟你说三道四 那你心里就会慌 然后心里慌的时候 你就会做出很多非理性的一些行为 所以这个就是我看到大多数散户的一个困境 大家真的都是闭着眼睛在乱投资 有些人他可能很认真去学一些方法 但是市场所教导的很多的方法 其实都还是教你投机 教你赌博 那他的效果就只是给你一根拐杖 你还是闭着眼睛在乱投资 那为什么不正本亲缘的从企业价值 从基本面出发 那你就可以真正张开眼睛 而不会去迷失在市场 这种锦上添花或落井下石的这样的言论中 我觉得我们的投资亚日报其实就是帮助大家张开眼睛 那真的气农从2009年足笔投资亚日报到今天已经14年的时间了 那中间经历过太多的股市的上上下下 也看对了很多投资人都闭着眼睛在乱投资 那日报其实它提供了一个方向 一个让你张开眼睛的一个方式 那甚至推荐给大家 然后目前如果你在5月31号以前订阅投资亚日报240份的 那你可以获得一个专属的影音课程 可以重复观看60天 这完全是线上的 那你买了之后你就可以马上立即观看 这个主题是聚焦2022年的成长好股 由契隆主讲一个半小时的时间 跟大家讲2022年哪些股票是我认为的成长好股 那只有你聚焦成长好股 你才能去面对这一波的行情的剧烈波动的时候 依然是从容以对 好如果你对订阅投资亚日报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扫描这个QR Code 或者是在上班时间拨打订购专线 022 2510 88888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